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3回 中人只听到飓风之中一阵轰鸣 狂风和雷火就同归于尽一般 一下子同时消失不见了 少年和学姓女修都不禁面色大变 而碧眼大汉等人呢也是暗自一惊 下方的巨兽再次显露而出 只是这一次呀 这个怪兽的身上竟多出了一个怪人出来 只见那个怪人浑身肌肤淡绿 除了下身泡一件不知名的兽皮之外 再无一丝衣物 头上更是一根毛发没有 口鼻皆在 但是双目丝毫感情没有 让人一眼看过去啊 心中不禁是寒气之貌 更诡异的是怪人双臂抱肩 在下半身从大腿之下全然的没入到了巨兽的身体当中 仿佛和此兽原本就是一体的一般 是蛮兽人 快杀了他 不要让他失战出人手合一的神通 一件怪人的模样 马倒是如堵蛇蝎一般的立刻失声的大叫了一嗓子呀 一听蛮兽人等字眼 闭眼大汗等都露出了骇然之色 他们不加思索的把各种在外界罕见的古堡全亮了出来 顿时啊各色光团同时寄了出去 灵光闪动之下 一下子就将下方的怪人和巨兽全都笼罩在了宝物的威能之下 看来韩丽的这些手下 对这些名叫蛮兽人的一族真的是忌惮异常啊 但让闭眼大汗等人纳闷的是 韩丽竟没有出手的意思 在揭破了满手人的幻化之后 他只是双手倒背的漂浮在一旁 一切完全交给他们的架势 闭眼大汗等人心中郁闷 但是下方怪人的反击 让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询问韩丽什么 只见怪人口中一声怪笑 心头一晃 那股黄色飓风就再次浮现而出 一卷之下迎上而去 同时下边的怪兽也漠然通体发出了翠绿的一芒 竟又从身体下伸出了数十根一般无二的肉须来 这些肉须略以挥动之下 化为了绿灿灿的光影 配合飓风也攻向了空中 无论法宝放出来的雷光烈焰等属性攻击 还是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剑气刀光 一和飓风接触都泥流入海一般的化为了无形 而和那绿色光影撞击在一起 和被反弹而回 闭眼大汗等人一阵的手忙脚乱了 再也顾不得其他的了 就在寒历无动于衷的袖手旁观之际 谁也没有注意到 下边水潭中的银色小鱼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凝聚成了两大团淡淡的荧光 一闪之下忽然幻化成了两只银色的眼珠子 几乎与此同时啊 那看似平静的水面 波澜一起竟露出了一张透明的树杖长的大口 里面满是金银仿佛冰刃的琉牙呀 这水潭竟也是一只通体透明的不知名的怪物 幻化而成的 此刻这透明的巨兽身体一动 就往空中的寒厘扑去了 他不但透明如丝 行动也无声无息 仿佛是无形之体一般的 寒厘却仍在空中默默的注视着 任一边的大战丝毫不动 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现下边的异常 瞬间 透明巨兽就离寒厘不过树杖之遥 银色眼珠成暴力之色呀 一张巨口就要向寒厘咬去 寒厘背后灰光一闪 原词神光诡异的扫出 化为无数道跟细长的光丝 笔直的交涉而下 这巨兽一惊啊 想要躲闪 但是已经迟了 一阵仿佛鱼打芭蕉的声音传出 灰蒙蒙的光丝一下子将这巨兽动穿而过 随即一绕 就将此兽大半个身体缠了个结结实实 寒厘身形略意模糊 人仿佛鬼魅一般的一下子面对巨兽 转过了身子 二话不说一张口 一座小山喷出了口外 此山呢 滴溜溜一转 胀大了无数倍 漠然化为了一座百余战高的巨峰 出现在了透明巨兽上空 巨兽一见此景 哪还能不知道出事了呀 当即大吉 身形一阵乱叉呀 就想挣脱而出 可惜啊 此兽本体是一只水属性的异兽 身属五行之列 就哪有那么容易挣脱原词神光的束缚啊 只见灰丝光阵是一阵急闪的 反而将此兽束缚得更紧了几分 而韩丽已经口中念念有词了 发出了一阵汪鸣过后 巨峰往下一落 自然是刚一接触之下 就将巨兽从空中压得直坠而下 轰隆隆一声巨响 这身风将巨兽就压进了地面过半 死死的压到了土中 让其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封毫了 韩丽到了这个时候 才面无表情的打亮了此兽两眼 一声大吼从背后传来 韩丽眉梢一动之下 徐徐的转过了身子 竟是和碧眼大汉等人斗得不可开交的绿色怪人 一件透明的巨兽被韩丽禁止住 大敌之下 口中发出了森然的大叫 怪人不再操纵头顶的巨风和闭眼大汉等人纠缠 更是单手一拍身下巨兽 身体呢 向下飞快的沉去 转眼之间 没入巨兽身躯中 不见了踪影 不好 他又合体了 快阻止他 闭眼大汉 竟然行里不动声色的 收拾了另一只怪兽 心中先是一喜 但是 随即一见绿色怪人的举动之后 又脸上紧张了起来 灵性少年等人一听这话 均都一惊啊 急忙狂往自己宝物中注入灵力 让他们瞬间威能大涨啊 片刻的功夫 无人主持的黄色巨风就被珠宝击散 但就在这一耽搁呀 下面巨兽体表面脆芒闪动 身躯凹凸变形 先是双足 双手 最后啊 身躯是慢慢的拉长 接着一只光秃秃的头颅浮现而出 巨兽竟在怪人的操纵之下化为了一只 的通体幽黑的巨人 有数十丈高 浑身紫黑鳞片 灯笼般的双目是阴森毕绿啊 他刚一显现而出 大少二话不说的 冲高空光霞狠狠两拳击出啊 拳头飞上 紫黑光芒流转不停 轰隆隆两声巨响 风中十几箭宝物 锁化光霞 竟然被这拳头啊 硬生生的击了个粉碎 大半法宝都发出了哀鸣一声 一起往高空飞盾而避开了 只有那名许仙子带眉一条 冷哼一声之后 冲自己的一口血白的飞剑一点 顿时飞剑一声长鸣 化为数丈长的一口冰箭 在原地一晃就诡异的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巨人头顶七八丈高处 冰箭一闪从虚空中射出 黄斩而去 此女竟打算独自斩杀这名人寿合一的大敌 但是这名女修没有料到的是 巨人虽然体型巨大无比 但是反应可丝毫不慢啊 一箭冰箭斩下 她竟一张大口黄蜂呼啸而出 一下子将此剑吹得是东倒西歪 没有办法落下分毫 随后一只黑紫色的大手闪电般的一抓 硬生生的将冰箭一把抓住了 巨人脸孔上随即就露出了争鸣之色 那只手掌呢也握住了剑身 看她的神情啊 要将此剑一下子灭去的样子 见到此景 虚仙子的面孔刷的一下子苍白了起来 要知道此剑可是她的本命法宝啊 万一受损的话 心神相连之下 她也绝对好不到哪去啊 此女拼命的掐动剑绝 想要收回飞剑 但是尽管兵器 默然散发出了阵阵乳白色的寒气 并且呢 通体是狂震不已 但在巨人一对大手当中 根本没有办法挣脱而出 唱听网 有时候灵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眼见巨人深吸一口气 两臂就要余用力 附近空间却拨动一起 在巨人身前 见在咫尺的地方 一道网口秃的黑光 一上三出 激在了巨人的胸膛上 说也奇怪啊 相比巨人的身躯 显得纤细至极的黑光 竟将其打的一个亮相 连退数步不已啊 而在黑色光柱 刚喷完的一瞬间 一只银色火鸟竟也从一处射出 船头大小 双翅一盏毫不客气的扑向了巨人 说也奇怪 看似威猛无比的巨人 一见银色火鸟 碧绿瞳孔骤然一缩 脸上竟现出了惧怕的表情 刚一站稳的身形啊 就毫不犹豫的 掉头就向后狂奔而走 但是巨人 刚一跑出两步 附近的地下 突然扑扑之声而起 十一根红丝 是击射而出啊 围绕着巨人 两只巨族猛然一缠 红光大放 化为了粗大的火索 将巨人双足 一下子绑在了一起 让其啊 根本就没有办法向前 巨人惊怒之下 两只大手向下一抓 就想将这火索啊 撕裂开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身后的银色火鸟 却根本不给其机会啊 闪电般的一窗之下 就化为了一团银色的火焰 扑到了巨人的背上 一声闷响 银色的火焰 仿佛被丢到了油锅中一般 迅速的蔓延开来 火光冲天而起啊 巨人再也顾不得 抓什么火索了 凄厉的惨叫 这声接连出口 随即身体四周 突然浮现而出 一股黄色飓风 往银色火焰上 一卷而去 想要就此全都灭掉 但是让人心惊的一幕出现了 黄色飓风 一和银焰接触 不但没有将这火 卷入其中 反而也被点燃了起来 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将这只山岳般高大的巨人 彻底的淹没进了火光当中 火光中的惨叫之声 戛然而止 巨人庞大的身躯 晃得几晃 终于一头 栽倒在地 这转眼之间 尸体被银焰吞噬的个干干净性 再也没有丝毫的痕迹 留在这一界了 这黑色光柱意外出现 遭巨人被银焰化为乌有 只不过短短的一瞬间的功夫 但是就让空中的碧眼大汉等人 看得是目瞪口呆呀 韩力的士林天火 虽然曾经在灭杀龟虫群的时候 动用过一次 但那个时候 可能没显露出来这般可怕 如今 让碧眼大汉等人束手无策的蛮兽人 一把火就被轻易的灭杀了 怎能不让韩力这些手下一个个犹如做梦一般 脸上呢 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个时候 韩力身形一晃 人就漠然出现在了银焰上空 随意的 信手向下一招 先是银色火焰 骤人之间一卷 凝聚一团 再次化为了一只火鸟 飞扑而回 随即呢 那十余根火索 也一晃化为了红丝 被韩力刨修一斗 收进了其中 你们将那只蛮兽收起 等回到城中 再交给一灵堂发落 韩力扫了一眼 仍被其积压在那原池山下的另一头巨兽 淡淡的吩咐了一句 是 晚辈 马上就去 闭眼大汉心中一领的 口中急忙答应了一声 单手一翻转 手中默然多出了一个白色的葫芦 一晃飞射了过去 此葫芦表面呀 明印着大量的银科文 也是一种临时收押一族的特制的法宝 无论是何种一族 有多大的神通 只要不是真灵级别的存在 都可以吸入其中的 当然了 这是在一族全都失去了抵抗之力 一动不动 根本没有办法抵抗的情况之下 闭眼大汉一道圆祠山附近落下 将手中的葫芦 冲下方的怪兽轻轻一晃 顿时从葫芦中喷出了一片银色光辖 围着山下巨兽一阵盘旋飞舞 突然化为了几个巨大的银纹 一闪急适的没入到了巨兽的身体当中 透明巨兽立刻通体放出了一层荧光 紧接着体型骤人之间狂缩 片刻之后就只有拳头大小了 诡异的是 圆祠山也随着巨兽缩小 同样的变小了起来 根本不让此兽有丝毫逃脱的机会 这个时候 葫芦又喷出了一股灵霞出来 将缩小后的巨兽包裹其中 与此同时啊 韩丽呢 远远的一点纸 黑色小山徐徐升起 巨兽呢 马上化为了一团白光 被吸入到了葫芦当中 闭眼大汉 慌忙将葫芦盖上 同时一道金色的葫芦贴在了旗上 他这才大出了一口气啊 其他人呢 也收回了法宝 落到了地上 但是 面对韩丽的时候 脸上均都是恭敬一场啊 见识过韩丽刚才的一番出手 任谁也都知道 这位新任的队长可以说是深不可测 绝不是寻常的什么化神初期的修士 这让他们大喜的同时 对韩丽也不觉真正的敬畏了起来 再休息一会儿 继续上路 韩丽将袁慈山收入袖中 却只对众人说了这么一句 随即自顾自地走到了一旁 盘膝坐下 闭上了双目 其他人呢 自然不会有反对意见 纷纷地散开 再次休息起来 开始恢复先前消耗的法力 但是那名许仙子啊 却站在原地未动 他犹豫了一下 忽然向韩丽走了过来 他深思一离 口中轻声说道 多谢前辈刚才出手相救 否则晚辈的冰晶剑 就要真的被毁去了 嗯 冰晶剑 你的飞剑 是用万年前的玄域炼制而成的吧 啊 韩丽 睁开了双目 打亮此女一眼 平静地问道 哟 前辈会忍如炬 晚辈飞剑 的确大半都是用玄域炼制而成 许仙子心中一领 承认道 既然用此种结寒之剑 你的功法也是兵属性的 那我说一人 不知道你是否认识呀 韩丽目光闪动了几下 缓缓地说道 前辈请说 许仙子愣了愣 但马上回应道 嗯 有一位名叫冰破仙子的上古修士 修炼的也是极寒功法 并且是一名飞生修士 不知道道友可知道此人呢 哈利明望着对方的一双明眸 他仔细地观察一阵 然后敲声地传音说道 当日他一见此女的时候就觉得有些眼熟 后来仔细地 他想了一番 才发现此女的眸子竟然和人家 向极功重修士开启虚灵殿时 召唤出来的那位创立祖师 冰破仙子的一对眸子 几乎是一般无二 虽然只是光影而已 但是冰破仙子的一对眸子呀 流彩晃动 仿佛星辰一般的闪亮 实在是让人难以忘怀 他一直记忆忧心 现在再见此女也是冰属性神通 并且法宝也是用玄玉炼制而成 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态 就随意地开口问了一句 冰破仙子 那是我们许家许久之前的仙祖了 前辈是如何知道的 怎么 难道前辈是和仙祖来自同一下界的 许仙子大出意外 吃惊地传音回答 谈不上什么认识 但是韩某能有今日的成就 多亏在下界时得到了 令祖遗留的一些好处 嗯 许道友的飞剑 为何不完全用万年玄玉炼制啊 否则威力最起码能增加进半啊 韩利淡淡一笑地解释了两句 就不愿多说 忽然话题一转 前辈说笑了 万年玄玉虽然不能和蛮荒世界的那些最顶阶的材料相比 但是要凑齐如此多数量也是异常困难 飞剑现在能融入如此多的玄玉 已经是晚辈不惜一切代价 然后收购而来的缘故了 许仙子先是有些吃惊 这韩利和自己先祖的关系 但口中却老老实实地回答所问 哦 原来如此啊 嗯 韩某手中啊 正好有一些万年玄玉 足够重新炼制飞剑了 既然许仙子和冰破仙子真有渊源 就赠送给道友吧 也算在下还了这个人情 韩利略意沉吟就这般说道 随后的单手往储物镯上一扶 白宫一闪 一只持许大的晶莹玉盒就出现在了手中 脑 拿去吧 多谢前辈赏赐 李修士脸上出现了惊喜之色 急忙 这口中称谢 并接过了玉盒 打开了盖子 这一打开 此理事倒吸了 一口凉气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854回